孙一珍悬兵出国度蜜月 好像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两人在国外也常被偶遇逛街或者是看球赛 餐厅吃饭等等 经常被大家偶遇到 真的是走到哪里田到哪里呀 孙一珍比悬兵大几岁 和小几岁的丈夫同况 孙一珍悬兵出国度蜜月 孙一珍的穿搭风格明显的又年轻时尚了很多 毕竟男人要比女人更加动灵 孙一珍除了在保养上下功夫 穿衣品位也不能忽略 孙一珍还是挺懂的哟 孙一珍常走优雅女神路线 原本气质就非常的温婉端庄 优雅女神路线还是非常适合她的气质 4月28日 孙一珍悬兵现身机场 蜜月归来返回韩国 孙一珍这次没有太经验的着装大扮 选择了一身非常休闲的穿搭 韩国结婚后的女性比较贤惠 温瓦尔雅贤良舒德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了 孙一珍作为公众人物 形象非常重要 一身健灵感十足的休闲装现身机场 一种浪漫幸福味道的传递 非常低调随和 宽松卫衣能表达对街头感 个性感的穿搭 宽松的版型穿起来也非常的舒适 休闲街头感比较强的效果 反而增加了活力 解铃效果非常好 现在很多个性随和的女孩子 都非常喜欢这种随性的版型 慵懒又不识时尚 孙一珍一件纯白色宽松位移 直接盖住了小腿 迷失传达就更性感更潮了 不过孙一珍的性感 这么搭配还是很正常的 毕竟是优雅女性 这么宽松的size更容易压低身高 而且还没有腰线 尺码也不适合孙一珍的身材 还以为是穿的玄冰的衣服 太拉低身高了 也许是尺码太大了点 更容易把自己穿成胖子 穿竖脚牛仔裤慵懒随性 配上白色运动袜 彩色板鞋非常重操 不一样的设计感 寻彩色 颜色鲜艳活力 一身穿搭总有一件非常吸睛的地方 孙一珍这双白色彩虹板鞋 让人眼前一亮 颜色绚丽少女心 看着好喜欢 一身休闲运动风 颜色搭配得高级有活力 白色蓝色调和绿色调为主 春天的青草味气息 孙一珍突然穿得这么休闲 这么宽松的size 反倒有了满满的韵味 不会这么快就怀孕了吧 玄冰真的是帅得没得说 身材高大 身材还这么好 怎么搭配服装 都有种偶像剧的感觉 细腻的蓝色竖条纹衫 搭配藏青色漆裤 衣摆塞进裤腰 私下也这么重视比例 干净利索 又帅又精干 男人穿衬衣 就爱解开一颗纽扣 来展示男性的魅力与迷人 没那么正视和拘谨 帅极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飞机上偶遇悬宾宾一珍 全体乘客给两人送祝福 孙一珍笑着感谢 3月31日 玄冰与孙一珍在众人的祝福下 低调举行了婚礼 凯玉圈有人气 有口碑的不少艺人 都前去参加了婚礼 从曝光的视频画面看 这场婚礼 玄冰准备得非常用心 也看出他对妻子孙一珍的重视与爱护 婚礼结束后 两人休息了10天 便踏上了度蜜月的旅程 先是去了洛杉矶 而后又前往夏威夷 访韩前又前往了纽约 16天的蜜月之旅充实且浪漫 在偶遇的路透中 大家看到了两人在海边亲吻 在高级餐厅享用美食 在NBA球场上热情观看比赛 在街头浪漫散步 两人看演出还穿着情侣装排队购买冰激凌 像热恋中的小夫妻一样 享受蜜月之旅 被中国网友偶遇到 还悄悄为两人买单 尽量不打扰到两人 大家见证两人幸福的同时 也被两人美好的爱情给填到 4月28日 两人结束蜜月之旅返回韩国 这次两人没有刻意一前一后走 而是玄冰一直悉心护着孙艺珍离去 担心他被过多的媒体粉丝给碰到 玄冰还化身保镖揽着孙艺珍肩膀 难有力爆棚 走出机场后 有些内向的孙艺珍有些害羞 在媒体的请求下 两人很友好的配合着拍照 被记者要求亲密一些后 玄冰更是温柔搂着老婆 孙艺珍小鸟般依偎在玄冰怀里 让谁看了不说是爱的迫降照进现实 有网友还翻译了 玄冰在机场中与记者的对话 两人被要求摆一些甜蜜的姿势后 玄冰说 孙艺珍穿的衣服不太方便 想必也是看孙艺珍穿着休闲 所以不太适合过于正式合影 为此还祈求记者们的谅解 真是太体贴了 另外 有网友也找到孙艺珍所穿的上衣 证实她穿的就是一件男式毛衣 想必也是觉得坐飞机穿宽松一些比较舒服 所以找了一件老公的衣服穿身上 还被网友猜测 是不是怀孕了 才穿这么肥大 另外 两人在返韩的飞机上还被认出 全体同机乘客给两人送上了新婚祝福 孙艺珍也感谢了大家 还和大家问好 即便盯着她看 和她对视 孙艺珍也会笑着回应 偶遇者夸孙艺珍脾气超好 也目击私下 她和玄冰的相处氛围很自在 是会让彼此的心意都很舒服自在的那种 之前 那位网友悄悄为两人买当后 玄冰孙艺珍也当面感谢了对方 两人还一起笑开了花 狂点头 可见两人的脾气性格都超好 私下也非常亲切有礼貌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路透 但足以感受到玄冰对孙艺珍的爱 是让外人看了都舒服的那种 此前 玄冰还体贴给孙艺珍拿包 还把沉重的行李拿到自己的推车上 真是理想型老公了 这种走到哪儿都被人纷纷祝福的爱情 也说明两人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此前 玄冰为了操办婚礼推掉了不少工作 如今 两人已经结束蜜月之旅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回归到事业上 要开启赚钱养家的模式了吧 接下来说 玄冰孙艺珍结束了毫无隐私的新婚之旅 狗仔队任务完成 在狗仔队的过分关注下 玄冰和孙艺珍夫妇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新婚旅行 据韩国媒体报道 被称为世纪夫妇的演员玄冰孙艺珍结束了他们的蜜月旅行 宣布了已经回韩国的消息 韩瑜圈获悉 在此之前 两人在美国夏威夷等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新婚旅行 随着孙艺珍玄冰夫妇的回国 狗仔队们的跟踪之旅也结束了 只希望两人能够像普通新婚夫妇一样 度过只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光 在此之前的上个月31日 玄冰和孙艺珍在首尔广坚区的某酒店内举行了婚礼 正式结为夫妇 韩瑜获悉 玄冰和孙艺珍两人的恋爱是仿佛电视剧情节一般 在结成夫妻之缘后 也成为了继张东健、高速荣、李炳宪、李明廷 玄冰、李纳英等之后 韩国内的又一对顶级明星夫妇 两人通过2018年的电影《协商》首次合作 并于2020年通过TVN电视剧《爱的迫奖》再次进行了合作 并于去年1月1日公开了恋情 作为正式CP获得了许多支持和祝贺的两人 于今年2月通过各自的SNS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并在热烈的关注中举行了婚礼 虽然婚礼是在严密的保密下进行的 但依旧引发了国内外众多粉丝的热切关注 婚礼相关视频、照片更多被疯传 大众对两人的关注并没有止步于婚礼 韩瑜获悉 在两人开启新婚旅行之后 不少记者更是全程跟拍 导致两人没有丝毫的个人空间 在大众的热切关注和媒体的不断跟拍下 顶级明星夫妇的玄冰和孙一珍 终于结束了他们的蜜月之旅 于28日返回韩国 韩瑜获悉 当天在粉丝和采访团的迎接中 两人亲密地摆着姿势 还热情地向大众打招呼 表现出了游刃有余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依旧希望 两人能够在没有镜头的私下 享受独属于两人的温馨时光